王阳武劳 为时未晚 对于天津全剑来说 球队炒掉索萨却已经很晚了 目前的天津全剑在联赛濒临降级区 暴击压力非常的大 如果全剑早一点将保罗索萨裁掉 或许不会沦落到如今这个地步 只能说全剑这支中超二年级球队 为自己的年轻交了学费 也体现出了球队的管理短板 上赛竟结束 卡帅离职去了横打 索萨接过全剑的叫边 当时所有球迷都担忧 索萨能掌控这支球队吗 逐渐来看答案是否定的 不说全剑转换市场的无能 就索萨队 安心有素材素材的能力来看 他就是失败的 索萨一度是戒备之前要下课 但因为要惯了钱吧 全剑留下了他 随后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 全剑两名外援叛逃 而索萨到现在则是做出了一副 崩烂的态度 对于你早中的球队 根本没有展示出纠错的能力 全剑输得一塌糊涂 连赛轮落到降级区附近 可以说索萨下课只是迟早的事 来自天津媒体的消息 索萨是自己提出解决的 而让人想笑的是 他居然还要求今年剩余的薪水给大卫 此外他那份一加一的合同 也想要剩下的一年薪水 这是何等的苛齿 贪婪 左萨下课一点不冤枉 愿只愿全剑炒掉他的时间太晚了 从他将怕脱 在板凳上就能看出他的指教水准是有多糟糕 目前谁来指教全剑 沈祥福只是代理主帅 幕后真命天子已经出来 他就是全北现代主帅崔康熙 来自国内多家媒体消息 崔康熙正在跟全北现代商谈解决一事 如果不出一把 他将接过全剑主帅叫别 崔康熙曾经带领全北现代拿过两个亚冠军 是亚洲顶尖名帅之一 当然 不管是谁到来 全剑下赛既是必要进行大换血 球队四名外援礼 帕托能留住最好 维特塞尔转会 莫德斯特离队 全剑员要去服兵役 这意味着全剑的外援几乎是全部更换 而此时则考验球队的管理了 莫德斯特事件不能再次发生了 戴古龙